比赛开始了 首先是日本队开球 两名球员 两名前锋排成了人强 以及一个郝海洞排成了人强 危险 日本队把球打到后点 然后摆动回来 好像是一个15号伏击同时 投球攻门 日本队尊强篮球 赛给严松 严松要出货 这个时候 台队还是没有判 严松把球控好 能不能进来 车进来了 赛团 赛打 车进了 21号李明 在上半身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 美中部队将比赛三平 果然是两名 大连车员之前的配合 1022号严松 在走路行动突破之后 从这摸进来 把球传到了重区里面 21号李明 及时能抢到那一年 这一球打得很突然 突然 全球能果 里面是用左脚推 里面在射这个球的时候 身体已经差不多快 十七分钟 对 但是呢 他把所有的 这种感觉都集中在 左脚上 所以手感非常好 手非常快 三口联合 变长过急 中国队上比赛 半匹半 刚才的这点 应该是中国队的 第二次 上面是比赛 行程到30分钟的时候 现在比赛已经变成了 1比1 从目前来看的 双方的胜门次数 都是两次 有一些在这里 都是一次 任意球的 双方 这个时候 组裁判 所以讲了 上面是结束的照应 上面是比赛的 双方打折了 1比1 从上面是不比赛 情况来看呢 如果比赛 要这样发展下去 反而是对 中国队比较有力 因为双方 第一次 大脚手 组裁则 这球进了 组裁则 还是利用 脚球战速 来 我们看 邵佳音 和体龄 中国队队队员 都适应 对方队员 可能手球了 中心的左脚啊 大家再看 来 这个球 手打进去 是6号 中田号 用手打进去的 这确实是 用手打进去的 这是一个误判 非常明显的误判 但是可能 门前人太多了 主裁判 和助理裁判 都没有看到 这个球 中田号二 打进一球 这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手球 但是 这就是 猪独一赛 那时候人就怕 那个时候没有话 中村 这个时候没有越位 危险了 三比一 这个球是 锁定胜局的一手 三比一 从这场比赛来讲 我觉得 中国队 输得让人 很感觉 遗憾 对 这是一场